几个星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困境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尽管来自不同角度和背景的报道和评论都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但是真正有深度的文字并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是大家都意识到长达4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终结 毕竟是一个大事件,而我们正处在见证这个历史事件的重大时刻 媒体怎么都要说些话,但其实也很难说出有份量的事 不是无关痛痒就是大疑控 无关痛痒的代表作是由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克鲁格曼 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发表的评论 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 基本意思就是中国经济危机伤害不了美国经济 读者容易想到的是既然是这样 拜登为什么要说中国是定时炸弹呢? 我相信克鲁格曼的答复一定是经济学家常用的逻辑 也就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结论就成立 问题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 这样的议论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大疑控的代表就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综合报道 提为中国40年的经济繁荣已经结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文章以权威的姿态挪裂了中国经济病入高方的基本症状 强化了这样一个大家都已经做出的判断 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 然后文章好像读者一样提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这两种议论其实都回避了一个当下很多读者更为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人口和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国以灾难的方式 结束了长达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对世界意味着些什么呢? 拜登的政治直觉是对的 这个将会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因为谁都不可能一切照旧地做生意过日子 这样中国经济的这场灾难将会如何改变世界呢?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 正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会有全球效应一样 由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严重的负面后果 都会产生很大的全球效应 关键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超大规模产生的效应 比如说以中国的超大规模支持了40年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体制 就是沿海和大城市高度依赖外地劳工 从而造成一种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严重不足 而且无法问责的体制 虽然发达国家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里面 都有类似问题 但是规模和复杂性完全不可比 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治理和道德难题 究竟怎么解决呢 中国的权力和知识精英并没有系统的燃效 更加没有可行的方案 多年来一种自欺欺人的理论就是 只要能够保增长 不断做大个饼就不愁车到山前没有路 而事实是习近平当权十年 中国不单止没有找到出路 反而将经济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这个困境全世界现在都看到了 有人寄希望于纽暗花明有一串 这么大的世界这么多的中国人 怎会受没人给面和给活路呢 这是习近平的支持者们为自己辩护最理直气壮的逻辑 而正是这种面对世界的态度 主导了中国主流精英 也主导了庞大底层民众的思维和行为 近日北京当局拿日本核电站排水问题大造文章 各地闹剧连连丑态白出 倘若这场经济灾难都无法让中国人清醒 中国问题自然会演变成世界问题 当世界不得不像一百年前庚子权乱那样 深度卷入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灾难也就必然会改变世界 原因都仍是这个超大规模 以上是梁京的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湖水南